雷霆锁链瞬间落下 同时锁住了林墨宇手脚和脖子 八条雷霆锁链变成了五条 数量变少 但是总的力量并没有任何变化 随后 雷霆锁链猛地拉起 林墨宇被调到了半空 林墨宇惊醒过来 目光凝重看向老者 前辈 你这是做什么 这话他是明知顾问 当老者用雷霆锁链锁住自己的时候 就已经不需要再问他要做什么了 在林墨宇眼中 老者已经成了自己的死敌 他的思维逻辑很简单 哪怕只害我一分 我也会图了你 若你帮过我一分 我同样会以十分百分回报 眼下 老者忽然锁住自己 明显不可能是为帮自己什么 林墨宇从老者身上 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林爵也不断传来警告 老者声音依旧如之前一样温和 小家伙 你知道老夫向大道要了什么奖励吗 林墨宇摇头 不知道 要不您告诉我一下 说话间 林墨宇思绪急转 寻找着脱困之法 脱困之法不是没有 比如他可以直接自爆 自爆之后再新生 自然就可以脱困 可是这样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里是密藏 是眼前这个大道境老家伙的底盘 强如玉外天神 在这里也只能乖乖被锁住 一锁无数年 自己哪怕现在脱困 下一秒 还是会被锁住 没用的事 自然不需要去做 可是除了这个办法 林墨宇并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 若是老者要杀自己 那么天雷道人留下来的印记 就会被激活 天雷道人是道尊久静 他留下来的印记 必定不如本体 眼下的情况来看 就算是天雷道人的本体 来到了这里 也不一定是这个老家伙的对手 老家伙曾经是大道静 哪怕生死 只有残魂 其实力依旧强大 更何况 都不知道他向大道 要了什么奖励 面对危机 林墨宇保持着冷静 希望从对方口中 得到更多的信息 老者带着笑容 原本老夫是想让大道帮我转世 以老夫的身份实力 重新转世的话 有极大概率 重新窥得大道 重回大道静 不过那需要漫长岁月 而且修炼途中有什么意外 谁也不能保证 再者 现在的本源大陆 已经不是当年的本源大陆了 本源林脉稀缺 想要再成为大道静 比当年要难得多 所以 老夫思虑再三 决定用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 借用一下你的身体 林墨宇似乎是愣了一下 你想怎么见 怎么见 还能怎么见 无外乎夺赦 纠战雀巢 林墨宇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答案 老者笑道 你很聪明 肯定猜到老夫想要夺赦 但普通的夺赦不行 灵魂和肉身不匹配的话 是无法冲入大道之中的 所以 老夫要用雷霆大道 抹掉你的灵质 以你的灵魂为曲强 再活一时 你有本源术法 你有力量大道 气韵大道 这些东西 老夫都会帮你继承 林墨宇问道 您到底向大道要求了什么 老者道 你还没猜到吗 还是说猜到了不敢说 林墨宇道 都到了这一步 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猜您 曾经的实力很强 但是您所有的力量 都已经用来困锁御外天神 也就是说 您应该没有余力做别的事 而且您已经陨落 残魂除了操纵这几条雷霆锁链 应该也没有别的能力 您应该是向大道要求 恢复您的力量 只有这样 您才能抹掉晚辈的灵质 将晚辈的灵魂做成壳 啪啪啪 老者忽然拍起了手 你真的很聪明 竟然被你猜对了 林墨宇继续说道 晚辈继续猜一下 您生前实力太过强大 大道奖励虽然好 但也无法让 你恢复到曾经的巅峰时期 顶多恢复两三分 而且 您恢复的时间也有限制 老者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又猜对了 确实只恢复了一分实力 可老夫的一分实力 也要强于道尊九径 小家伙 你根本不知道 大道奖励和道尊之间的差距 林墨宇丝毫不怀疑老者的话 大道奖励的一分实力 必然要强于道尊九径 老者继续说道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或许老夫将来可以帮你去做 不过 你不说也没事 老夫虽然会抹掉你的灵质 并不会抹掉你的记忆 到时候 你所知的一切 都会归老夫所有 林墨宇神色不变 继续问道 前辈 晚辈 还有两个问题 老者道 问吧 林墨宇道 晚辈想知道您的名号 晚辈虽然要死了 但总不能连谁杀的 都不知道吧 那样未免也太可怜了 老者哈哈大笑 你的想法果然与常人不同 告诉你也无妨 老夫名为金雷 人称雷所道人 现在你知道了老夫的名号 应该可以瞑目了吧 说出你最后一个问题 林墨宇道 原来是金前辈 晚辈最后一个问题 当年您为什么要和御外天神死号 以您的秉信 不应做出如此选择 晚辈很是不解 金雷脸色微变 林墨宇这个问题 就是在骂他 品行极差 到了他这个层次 十分看重面子 被林墨宇这样指桑骂怀 他十分不悦 金雷呵呵冷笑 看在你即将死去的份上 让你骂上几句 老夫也忍了 告诉你当年的事 当年与御外天神交战 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杀了对方 二是被对方杀死 若是赶逃 大到会降下惩罚 这种惩罚 根本无法承受 看在你如此好之的份上 老夫再告诉你一句 我们都是大道下的蝼蚁 别以为入了大道径 就可以永生不死 就算是道主 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 大道之下接蝼蚁啊 话音落下 金雷整个人冲向林墨宇 同时 雷霆锁链爆发强大力量 恐怖的雷霆之力 通过锁链炸开 就像当年锁住 玉外天神一样 雷霆之力无孔不入 麻痹肉身和灵魂 可以让灵魂陷入 类似于昏迷的状态 玉外天神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被林墨宇 用天灾全杖砸死 可是这一次 雷霆锁链 只是麻痹林墨宇的肉身 并没有麻痹灵魂 因为近来要抹掉 林墨宇的灵质 要占据林墨宇的灵魂 所以他并没有 麻痹林墨宇的灵魂命 林墨宇 现在并不是毫无办法 他有三组给的信物 随时可以召唤三组过来 虽然不知道 三组的真正实力 不过林墨宇觉得 三组救下自己 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过林墨宇并不想用这个方法 他觉得自己还能自救 雷霆锁链 并没他想象那么恐怖 肉身虽然有一些麻痹的感觉 可是并没有完全不能动 之前肉身 已经习惯密藏里的雷霆 对雷霆中附带的麻痹能力 已经有了极强的免疫力 如今锁链里的雷霆麻痹感 虽然更为强烈 不过依旧在可承受范围内 只要他催动气血 凭借着力量大道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清除掉麻痹感 同样 这种麻痹能力 对肉身无效 对灵魂同样无效 自己的灵魂 抵抗力比起肉身 可强太多了 金雷要夺射 而且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夺射 他要抹掉自己的灵质 又不能伤害灵魂 这也就给了自己的机会 在自己的灵魂世界里 自己的地盘里 哪怕你是大道径 也要乖乖盘着 而且 你看中了我的灵魂 我何尝不是看中了你的灵魂 无数思绪 如同一场巨大爆炸 在瞬间爆裂 灵魂羽心中已经发狠 他对敌人狠 对自己更狠 灵魂世界中 金雷已经愣在那里 你的灵魂世界 怎么会这样 灵魂羽的灵魂体 慢慢起身 欢迎金雷前辈 光临晚辈的灵魂世界 金雷已经被 灵魂羽的灵魂世界吓到了 他从没有见过 这样的灵魂世界 目光到处扫荡 口中不断自言自语 两颗本源树法星辰 还有那个是什么级别的树法 为什么比本源树法还强大 你的灵魂世界 为什么分了三层 你竟然把戒海世界 融入自己的规则世界 你就是个疯子 你这是什么树 怎么这么大 龙神树都没这么大 十彩龙魂经 传说中的十彩龙魂经 你的灵魂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到可怕的剑气 金雷感觉自己快疯了 他在灵魂羽的灵魂世界里 看到了这辈子 都没有见到过的东西 本源树法如此难得 灵魂羽竟然有两个 还有一个比本源树法 更强大的家伙 不知道是什么 十彩龙魂经 这种传说中 都不曾出现的东西 竟然在这里出现了 龙族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疯 特别是世界树 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树 比龙神树还要大 虽然不如龙神树强大 但他看得出来 这棵树 还有非常恐怖的潜力 还能成长 到最后 说不定会超越龙神树 灵魂羽不在乎他的自言自语 灵魂轻轻拍了一下 低声道 封锁 世界树枝疯狂伸长 灵魂世界疯狂冒出大量树枝 将整个灵魂世界封锁 灵魂羽的规则世界 分为上中下三层 灵魂世界位于中间一层 世界树封锁了灵魂世界 就是不让金雷 可以逃到其他地方 灵魂羽道 金雷前辈 虽然你很强 但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想夺舍我 恐怕也没这么容易 金雷逐渐冷静下来 他看向灵魂羽的灵魂 一看之下 刚有点冷静的情绪再次炸脸 他失声叫道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道文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若是之前看到的 还只是让他吃惊 那么现在看到的 就是颠覆了他的所有认知 灵魂羽的灵魂体中 整整十八枚道文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排列着 闪闪发光 在他的认知中 就算是道主 在巅峰天尊时 也只能凝聚九枚道文 灵魂羽凝聚的十八枚道文 算什么鬼 再看自己 曾经在那个境界时 凝聚的六枚道文 又算什么 林默宇笑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很神奇 神奇之处 远超我们的想象 金前辈 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失去了重生的机会 这一次 你真的会死 不过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您也是如此 林默宇没有再和金雷废话 意念一动 世界术轰然发动攻击 树枝化作藤腕 如鞭子般抽打过去 金雷也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他全身冒出金光 化作无边雷霆 将袭来藤腕全部鸿飞 雷霆炸开 世界术的攻击 根本无法靠近他 金雷沉声道 你的灵魂世界 确实很令老夫意外 或许你将来会很强 但现在还不够强 不过 未来和你已经无关了 你的一切 都是老夫的 林默宇摇头 那可不一定啊 话音中 世界术的藤腕 再次抽打过去 金雷冷哼一声 你的实力太弱了 没用的 林默宇叹道 我说过 这可不一定 两条大道轰然降临 时间大道和空间大道 同时出现 互相交织 形成时空之力 整个灵魂世界里的时空 顿时发生混乱 这是种极致的混乱 灵魂世界被分成了 无数个区域 每个区域只有半米直径 每块区域的时间空间 都是错开 在自己的灵魂世界里 林默宇可以将自己 掌握的大道力量 发展到极致 时空混乱 如同切割着整个灵魂世界 金雷身处 四处不同时空 一时间陷入混乱状态 难以适应 时间大道 空间大道 金雷怎么也想不到 林默宇 竟然还掌握着 时间和空间 两条大道 他身体猛地缩小 要脱离多重的 时间混乱 否则脑子想的 和身体做出来的反应 完全不同步 这时 世界树枝再次抽了过来 金雷已经看出 世界树虽然看似可怕 其实境界并不高 自己就算站着不动被抽 也不会受伤 现在重要的 还是先从混乱时空中脱离 世界树树枝抽打过来 在树枝中 夹杂着一抹金色 金色撞在了金雷身上 金雷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都被抽飞 灵魂体几乎被抽得四分五裂 已然受伤 金雷带着惊骇看向世界树 他终于看清 世界树拿什么东西抽了自己 他惊呼着 神周鼎 为什么神周鼎会在这里 林墨宇呵呵一笑 你猜 世界树再度挥动着树枝 把神周鼎当成武器抽过去 金雷不敢和神周鼎硬碰 雷霆轰然爆发 灵魂空间震动 大片区域支离破碎 林墨宇也不禁闷哼了一声 灵魂世界受到损伤 他这个主人也会受伤 世界树将神周鼎舞的呼呼声风 神周鼎以惊人之势 砸碎雷霆 硬生生砸出一条通道 金雷疯狂施展雷霆 怒吼道 小家伙 你惹怒老夫了 你根本不懂大道竟有多强大 一条大道轰然浮现出来 漫天雷霆落下 灵魂世界仿佛迎来世界末日 林墨宇丝毫无惧 他知道金雷不敢毁灭自己的灵魂世界 他还要夺射 而且自己的灵魂世界 也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掌中气韵凝聚 汇聚成气韵之剑 金雷霆落下